大家好,我是白石木玩的唐大叔 今天给大家来评一评这个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玩的唐大叔 唐大叔呢本来挺喜欢苹果东西 电脑也用过一小下 但是一直主要还是用微软的Windows那些 因为玩游戏嘛,硬件更好一点 但是后来视频做多了剪接什么的 所以苹果这个用的本来是一直在用 Premium Pro就是Adobe的做的那些东西 后来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唐大叔视频里面有很多备注 这个Premium Pro里面的话这方面很麻烦 最主要它本身你感觉不出麻烦 但是你用过一次苹果的Final Cut 甚至iMovie之后你就觉得原来做一些漂亮的字幕就容易多了 所以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然后反正一直有关注但是没有出手 中间入了一个二手的MacBook Pro 那就是长这样子 咱们一边说一边开始按Mac吧 现在这些新的 那唐大叔入了一个二手的 2012年15寸的 就是有点最接近就是这个 但这是2015款 也是稍旧一点 对吧 这个软的速度来看什么的 但这个已经挺不错的 甚至我2012的用剪视频用Final Cut都很好 但是后来越弄就越开始会看嘛 那你就会花钱买Plugin的一些东西 结果有一些新的 可能这几年做的东西吧 和原来这个CPU或者怎么样 就用起来一下子就你要用效果的话就会变得很慢 所以唐大叔就想 但是这个系统我很喜欢Final Cut我很喜欢对吧 很喜欢Final Cut都比现在就是PS啊Lightroom那些用用 所以想继续用这个系统蛮喜欢的 而且苹果东西这些做的还是挺漂亮 那12年这个可以卖掉换一个这个 我也有这个想法 因为他旁边插的东西主要是他有用 新款的话就给你几个USB那些SD卡 来Reader都没有 所以呢就不考虑这些了 而且速度不是很满意 我就每个看嘛 那我感觉现在苹果如果你喜欢的话 嗯 哈哈 iMac应该是最好的产品 最好的性价比 嗯 iMac新出了iMac Pro 但是iMac从这个配置到各方面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是第二代嘛 是15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改了这个设计就变得感觉上看得更薄边了 对吧 嗯 后面有一点点小肥那种 但是就很已经很不错了 唐大叔上上一代有买过不行 还是比较大支的很重 这一代就是这样子 还挺轻的 唐大叔现在讲的呢 我正在用一个就是这个 那page给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主题当然讲这个 我认为最好的 一会儿 嗯 我认为是最好的 先跟大家简单说说为什么 不管你27寸21寸 唐大叔现在用这个给大家做例子 嗯 这这些东西不错 第七代的最新的对吧 四核的这种 嗯 这种cpu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那再来的话 sd 呃 ram的话 他是用2400的这种 应该是现在我看到最高的吧 也就是说速度肯定保证更快 然后配上呢 那这个里面一上手 他都没给你配直接全ssd的 像etb的这种 他只给你哎 大家喜欢数字的可以纠正啊 30级嘛 sd 装点系统 但是他这个做法呢 用法 或者科技的话是 好像哪边最常用的文件就放在那个上面 呃 就是sd上面其他的呢 储存文件啊 其他硅档那些就放在传统的七八十呃 7200转的那种硬盘的还还可以了还可以 那唐大叔呢就现在用的大家看到就是这一个 那唯一有现货的哈哈也没有在改什么东西了 没有多花钱什么东西 先抬回来 那这个是个非常不错的 呃 但是呢 唐大叔最后最后我先剧透一下 给大家讲为什么我把它取消掉了 明天会拿去退掉 退掉 然后怎么办呢 啊 最后跟大家讲 那这个呃 先回来看一下吧 对吧 21.5和27寸 那我觉得 如果大家 台式机准备该换了 或者说家里主要是用台式机的 呃 喜欢萤幕大点什么 这个5K的萤幕非常漂亮 啊 两个萤幕都一样漂亮吧 那 5K的一个萤幕 现在丹麦的话好点都要一二一千 一千五左右了吧 那再给你这些配置 仔细这些什么配置呢 i5的这个已经都很好了 对吧 但i7多了一个功能 就是像唐大叔这种做视频的时候 可以一边导出一边继续剪接 同时在怎么听点歌什么的 所以就是会更那个一点 速度如果玩游戏 或者什么其他的 呃 用用PS啊 Final Cut啊 用那个Adobe那些东西 应该都差不多 当然 再往下看呢 哦 这都一样对吧 这个就大家不用管了 回头 这一代是最后一代 应该还可以升级的 iMac Pro也会不行 这个就自己去网上买 不然的话这里就花几千块钱升到 最多64GB的吧 这里就不用管它 配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上手都不给你SAT 很多人就哦 打TB啊 Fusion哦 看看觉得介绍速度也够快 比起硬盘是快一点 但是 这也是一个很主要原因 唐大叔要 其中一个吧 原因我要 还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要退这个换 最主要换SSD 你任何一个配置 所以唐大叔有几个方案 对吧 性价比好 你好一个5K的荧幕 就已经1500了 这1000块钱买这些配置 太太超值了 独立的显卡4GB的 那一直往上升 i5这个够好了 你不用管它差这么一点数字上 点三差 根本差不了多少 你就也不要升级 这个就很好 唯一这款 那如果买这一款 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你家里面全家可以用一用 就点一下这里就可以了 那一下子内存变得很小 但没关系 现在那个 就算你同样组合 对吧 再买一块 花300块钱 400块钱 3TB的 和它连着用 效果都比这个好一万倍 对吧 因为它所有文件 系统都 这个程序 application和那个系统 都装在这上面 也可以小部分文件防止力 其他的就当储存 它里面有Thunderbolt 3 跟那个新的iPhone一样 有Type-C的那种USB 都一样的 你可以很多 慢慢就会便宜一点的储存那种 但是它那个Type-C的话 可以很快的速度 所以这样子系统会超快 这种Fusion 唐安书用了十来天 没到十来天 一周左右 是明显比这些快 但是不行 还是太那个 比如传统只是 那个 就老的硬盘的那种 所以这个也不给力 你不管哪个级别 你配到这 所以这个如果花2500 税前加币的话 配成这样子 全家人用 用PS Final Cut做定 看都很好 很好的 就2500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不错的 但是如果你预算 允许一点的 换这个 这个是唐大叔觉得 整个里面 最那个 最好的一个 和这个变化不大 也不是让你去升级很多 多三百来块 三块不到 三百块钱不到 最主要这个比570起的话 比起570的话 那我看过一些数据乱七八 这里我就不搞那些了 数字不喜欢弄 比刚刚那好很多 但你想追求 比它再好一点点 你就变成580 那就是多花很多钱了 所以这个级别上来给你这个 不要看只差5 后面差10好像 比起前面那好很多很多 所以这块不错 而且这个CPU快一点点 对吧 这个就不用管它 其他不要升级 不要在这里升级 那个i7的 那刚刚那款 连这个选项都没有 但是这个也不要动 回头自己买 你看如果配64 你要花1600 1700 买这点RAM 你自己原来这一条 两条放在那 你再去买就可以了 很便宜的 用这个价格 就可以配成这样子 所以这块不用管它 最后一代可以升级了 这个就是不行了 完全坑垫 这些还可以 如果你真的 不嫌慢的话 只是你看看电影 下来的电影 那这些可以了 如果你追求任何 但是你很浪费的 这样配出来 你没有闪电的感觉 闪电感觉 选这个就可以了 那就等于说多花个 其实实际才多花250块钱 那这个是最最性价比最好 唐大叔其实应该买这个 但是呢当然 既然要工作嘛 工作为理由的话 肯定就要这么配 那这个的话 直接你就不用说了 就是点到满了 当然这块不动 对吧 自己外面去买 那这里就看我自己 之前是有256的 那个MacBook Pro MacBook Pro 那个2012年 那个 有时候想一个小的电影 想要剪完呢 这点硬盘不够 所以呢 你又要插别的外面 那别的一插 这怎么速度 就肯定没 这个直接机身上 所以这次我就选这个 如果我的话 可能选这个 在预算上就到480 有点不值得 不然这段话呢 把这个换成这个 加240 我觉得还可以 这些和他两个没区别 如果你本身决定买这个 那你就直接选这个 也不要选了 再另外加东西吧 还是更便宜 可以买更多那些 但不管这不是重点 所以 那这里的话 只能最低选 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就变成3500了 刚刚其实2700 可以配的性价比很高 这1000块钱多花了 就是为了追求好一点点 当然如果你玩游戏 这个 当然这个显卡 肯定是好一些很多 但多花1000块钱 我觉得这个 刚刚配出来 2700是最好 但最后呢 唐大叔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的话 就是什么都没配 现在这个的配置 3.8 那个RUN 这样子的配 但唐大叔呢 明天就要把它去 退回去 原因呢 是我选了这个 唐大叔准备买21.5寸4K的 这个 那现在的三个选择都有 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这老的1080P的 差多少钱 300块钱 可以买个4K荧幕 也是1800块钱 这点东西 配置 手里700块 苹果的产品 这个绝对是很好 但是呢 唐大叔还是要工作的关系 而且刚刚看完3500的了 差点已经要买了 那拿着这个预算之后呢 你就预算又变了一点点 我就选了这个 但是这里面 这两个吧 这个就不算 它不是4K荧幕 对吧 4K荧幕的话 两个配法 我觉得这个的话 就是 还是那个 一样的道理 你要是配了这个东西 哇 它原来给你配的 还是这种 540最慢 Fusion也是坑跌的 你至少要配到这 也还好 加240 2000块钱 买这样一个电脑 非常不错的 重点呢 同样荧幕 差不多 对吧 一个4K 一个5K 其实差不多了 那一个是21.5 一个27 其实这个荧幕 密度来讲 比刚刚那个还大 而且这个大小 刚刚好 重点我还看 评测的时候 网上看 其中一个 其实那个大小 21.5 你可以拿个盒子的 它有个盒子 就可以移动用了 还真是可以 27你就比较难了 这也不真的 但是比起 MacBook Pro 15寸 现在最新那个 这个配置 都要好很多 所以 然后它也可以拿着走 重点这个荧幕 不比刚刚5K的差的 但如果你只有一个电脑的话 5K肯定是当大电视一样很爽 所以那个是可能更好一点 然后这个 这里呢 因为你是不能 你这里呢 是 这个就很难去加内存了 刚刚可以加 你就选最低内存 这个的话 也可以 但是你要把整个拆开 我太心疼了 干嘛 后来 我不想干这个事 那我就这么配了 对吧 这种方案就是你刚刚拿了3000多预算了 已经 i7 直接就上i7了 做所有东西吧 特效那些都是有帮助 这个没办法了 但是后来我做了一些研究 看了一下 其实这个 以现在2018年的标准 竟然苹果的这个内存管理很好的 它竟然可以用 但是呢 众多的这个评测吧 也是2018年的标准 就是用很极限那种 好像都很难看它超过用到16GB的 所以就选这个 再上去就太肉疼了 多16GB500块钱 这实在是苹果这里太坑跌了 所以下面这个呢 肯定最少SSD 那唐大叔是直接加360 我觉得这个破硬盘的组合 花360换个512兆的很快的SSD 还挺值的 那这样配出来2800 所以呢 但是这个的话 这个配法的话 比刚刚的 就是什么都不配3000块钱的 现在唐大叔用这台 对吧 现在这一台的话 其实这个是肯定更给力一些 这个是i5 这个是i7 这3.8 3.6 但是呢 这一个拖的荧幕 一个是4K的 一个拖5K的 那这个 这一块 CPU这块 我觉得平手吧 对吧 至少平手 平时用的话 那再来SSD这块 都不管它了 你这边配多了 肯定一样 但你也用不了那么多 还是还有瓶颈的 这些地方 那SSD的话 这块你是一个2TB的 2TB的这么一个SSD 还可以吧 我觉得速度 但是有时候 还是要独条那种 不是说闪开的 对吧 就不太爽 而且这种电脑 CPU这些都已经很那个了 你结果硬盘是拖后腿了 所以这个不行的 显卡都浪费了 对吧 这个打显卡 当然这块的话 显卡咱们比它小 可是拖的荧幕也小点 一般用 我发现Final Cut的一些 还是CPU比较重要一点 内存这些SSD 这些重要 显卡用不太到 但是有些用PS Photoshop那些 肯定是有用的 这个除非玩游戏 不然差别不会太大 最主要这个拖个小4K 所以希望这个i7 不会太热吧 噪音很大什么 当时说5K这个 如果配i7 可能会有噪音 所以如果唐达书买这台 我就直接i5了 还是留着 但是更好的显卡 内存还可以自己升级很多 萤幕也挺漂亮 但是工作的角度 我觉得盯那个大萤幕 以前我就觉得太大了 有点 因为我当那种台设计机用的 平时还用别的电脑 所以这个大小 而且还能装着当MacBook Pro 因为那个实在太坑地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下得了手 这个破MacBook Pro 又没插口 重点 后来越看又觉得 它和16年没什么区别 16年呢 又感觉随便就推出来了 17年这个就是 把16年问题解决 但是没有创新 所以等于说 对吧 这些内存速度刚刚2400嘛 这就吃亏了 SSD我这么来配 我就感觉它用的还是上一代的 这个SSD 可能速度也不一定很 这个16年SSD一样 iMac新出的嘛 毕竟还是 对吧 感觉这几个都是一个小的提升 还是 这个显卡一样的 我不知道后面能不能还在选 但是没选之前就3600了 你说这 这个呢 当然慢一点 对吧 给你i7了 但是SSD也给你这么多 这个还是挺实诚 就跟iMac27寸 他他说配的那个差不多 还是挺贵的 这个的话 我看看这个最多能配什么 可以升级i7 3.1的 那为了这么一点点 2400肯定没啥意思 除非大家去研究这两个CPU 很大的区别 ETB的 那这个时候还真的可以 对吧 整个ETB的SSD 所以还挺还可以 标配的 不用加什么 3600有Portability 对吧 这个小台式机来讲 已经很牛叉了 但感觉这个还是有点太 那些东西没接口 那些不太爽 而且这些没有吸引力 看来看去 键盘也没那个按起来爽 其实我真的喜欢15款的 那个15款的那个15寸 老款的这个 还是这种好 哎 有接口多好啊 对吧 哇 那个就真的不爽啊 上面的这种 都是这种Type-C 很麻烦的这种东西 而且这个logo也不会亮了 也没有那种 防那个词的那种 哎 挺有意思的 好的好的 那这就是唐大叔的意见了 招片什么我也不拍了 大家就随便聊聊吧 如果能听到这的话 那肯定也是挺喜欢电脑的 觉得无聊的 可能早就退了 但是看一看吧 最近唐大叔一直在搞这个 哈哈 这个就是我挺喜欢这个 但是你要买就要配SSD 最高那个 其他的也不用了 i7什么的 这就挺够用 自己升级一下 这个内存就可以 挺好的 这个也 但是还是21寸 肯定是不错的 那个 现在最好的Mac 唐大叔觉得就是iMac Pro的话 可能还 除非你预算不上线吧 但平时用什么的话 这些没有优势 你还是真的是 做音乐啊 做什么 相关工作的 你要正常大家那么media那种 但是多媒体 主要是看那些东西的话 那还是iMac 现在是最好的Mac 反正这个MacBook 什么都不错了 看你需求了 但是从性能啊 性价比啊 因为2000多嘛 都是就可以买这样子的 这还是很爽的 这两个荧幕就 对吧 就算同价位的 没这么好 你这个 大家再看看啊 我觉得最好最好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 就是现在 这个 然后呢 我这只有两个选择 那就 对吧 如果你平时就是 看电影那种 真的 不管你怎么选 但是一定要选SSD 这个不然他这两个选项都不行 你等于说全都 可能好像有人买过这种 哇 开个APP都等到死 这么好的东西 CPU和这种软都浪费了 不管怎么样都SSD 那也就是2000块钱嘛 2000块钱加这个荧幕所有硬件 这个挺值的 这个绝对值2000块钱 换个SSD 这个的话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觉得三四年里面都绝对就够用了 都花了800块钱 嘿嘿 还可以抬着到处走 当那个手机电脑 因为iPad都做那么大了 对吧 最大的iPad都大了 这是21.5寸 21.5寸斜角 12.9斜角 对吧 也就是打几圈嘛 这个重量 那个也很轻的 相对 没想到这样子 之后有个 看看吧 我下一代 那个MacBook Pro 其实MacBook Pro 应该是最最经典的东西 这一代嘛 就把上一代变得更好 当然每年他设计 这个也是东西太多了 苹果 我就觉得现在的问题 以前乔普斯把所有东西剪掉 对吧 手机就一个手机 两个颜色 现在搞什么 一二三次还都在卖 这个倒是很好 我一直等第二代 他就是不出 这个是个很好的电话 这次出去玩都用这个牌 6S 现在在用 最近最新一次升级之后 速度倒是变快一点点 7好像是个挺坑爹的 8现在马上出了 还顺便 这么多东西 你怎么能研发的过来呢 怎么能做得很好 很好的 唉 乔普斯在的话 应该吐鞋死掉 iPad 一大一小了不起了 一二三 什么市场都想占 谁的钱都想赚 最后什么都做不好 但这个我听说的不错 好像大的 像笔记本电脑一样 这个iPad一只倒是不错的产品 不知道 他们不是说 以前他们做了很多年的规划吗 不会还是乔布斯以前的构想吧 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产品 唉 这个iPad还一般可以 这么多 搞这么多干嘛 唉呦 真是 完全这种同一个从Mac 每一款一个差不多了 两个大小一个对吧 搞这么多东西 哇 这些都不知道在搞什么 Mac Pro 唉 这个谈鱼当时出来的时候觉得多牛逼啊 跟像iMac Pro一样 呵呵 iMac Pro 钱不差钱的话 唉 不知道 感觉那是还是专业人士用的东西 一般人用那些好像 呵呵 这个东西 唉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白石木丸唐大树 我们下回再见吧 回头再跟大家review那个21寸 嘿嘿 拜拜